花蓮县篮球协会15号在花蓮县体育馆举办了第20届精英杯继花蓮县第37届王母杯全国篮球锦标赛 进了全国各地240队共4000名的选手 甚至还有来自香港中学的队职员参加 随后是由带领秘书长饶中担任开球嘉宾 祝福参赛选手勇夺佳鸡也健康玩赛 花蓮县第20届精英杯继第37届王母杯全国篮球锦标赛 15日起在花蓮县县体育馆盛大开幕 主办单位努力创新 今年不但新增国小组 参赛队数更来到史上最多的240队 还有唯一来自海外队伍的香港邪恩中学共襄胜举 让锦标赛更显格局不同 本阵参赛的队伍有超过240队 是第一届来到最多的人 我们也希望说越来越多的人来参与这个 非常有意义的篮球赛事 我们这次的总赛程有440场 参赛人数超过10天了 竞赛的日期我们是从8月10号开始到8月49号 总共有10天的赛程 花莲篮球协会在我们花莲地区 由于工作人员非常认真 所以把精英杯去花莲杯办得有声有色 那么参赛的队伍年龄增加 今年已经到了240队 身为主办单位之一的花莲胜安工 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感谢 那么也感到非常欣慰 金英杯和花莲杯在我们花莲篮球协会的大力最重 也补起我们花莲篮球的营动 我想这样一个很好的赛事 一年一度 我也想各位来这里比赛 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然后这里比赛除了赛会有 跟各位也可以运用这个比赛的期间 来花莲好好的运作深入理由 此次篮球赛主要目的是 希望能引进全国各地队伍 藉由精彩球赛彼此切磋球技 并带动本线篮球运动风气 互相观摩学习 随后由带领秘书长劳中担任开球嘉宾 期盼度过运动推广花莲观光 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国际球队报名参赛 记者长汪彦华林师报导 请不吝点赛